美国也搞大外宣 推出影片怼一带一路 请看报道 中国主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才在北京风光落幕 美国国务院网站Share American 1日 推出影片称 经济发展不应该涉及不透明的掠夺性贷款 切勿陷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债务陷阱 面对西方的质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高峰论坛上反驳 强调共建一带一路 要坚持开放绿色连结理念 要为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美方影片称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 欲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与政治联系 他们已经扩大了与亚洲、非洲和南美的联系 并准备向欧洲各地扩展 但经过认真检视发现这个倡议存在种种问题 影片以厄瓜多尔水电站的工程为例 中国的贷款条件要求该国80%的石油出口支付贷款 为期至少5年 但项目却令下游农场经常泛滥成灾 目前仅一半以上的产能运行 而且环境问题受到忽视 影片引述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份独立报告称 尽管中国倡导以一带一路促进经济发展 但丧失控制权、债务不透明和腐败等问题 往往成为北京的战略资产 影片并引述新美国安全中心副主任瑞特纳称 世界各方面的领导人都必须认识到与北京合作的后果 影片称 美国提供的投资则不会导致有关国家陷入债务泥潭 同时以自由和公平的贸易为要值 可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私人工商投资 发明和稳定的经济增长 对美国和伙伴国家都有利 影片最后呼吁经济发展不应该涉及不透明的掠夺性贷款 切勿陷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债务陷阱 美国驻中国使领馆2日在其推特转发这段影片 但并未在其中国官方微博分享这个具有针对性的文宣 欢迎认识和讨计人数为高兴 记忆地的公开